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才能够上到脸球 家长请留意 一岁女童呕吐高烧不退 只因吞下这种网红玩具 把握第一时间 拥有美好一天 这里是良宁卫视正在为您直播的早新闻第一时间 我是包雷 各位早上好 我是陈天 今天是2019年7月25号 星期四农历的6月23 那今天的天气情况怎么样 高温还会不会继续呢 马上来连线等候在世外的迹象主播刘欣 刘欣早上好 包雷 陈天早上好 观众朋友大家早安 今天早上外面的飘有点阴 那今天会下雨吗 天气还会不会那么热 快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 今天不会像昨天一样那么晴好了 今天全省范围内基本上都是多云 或者是有降雨的天气 但是温度表现依然是非常强制 咱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 今天可以说全天除了大连和盘景 是多云的天气之外 其他城市基本上都会有雷震雨降下 在这里要格外的关注一下 腐顺的天气 腐顺今天会达到中雨的级别 可以说降雨量是相对较大 虽然说是有降雨 但是依然压制不住高温的势头 各个城市白天的最高温度 基本上都在33度左右 今天白天除了丹东相对两块 最高温度29度之外 其他城市都是在32度33度左右 最高是出现在朝阳会达到34度 入夜之后的温度也不低 各个城市基本上都在25度左右 我们来关注一下风力的情况 风力跟昨天差不多 而且未来几天也依然是这样的节奏 各个城市基本上都会刮起 3到4级的西南风 这个风刮起来 并不像春天或者秋天那么凉快 刮的都是热风 等到了明天的时候雨过天晴 温度依然表现非常强势 各个城市白天的最高温度还是在33度左右 入夜之后还是在25度左右 还是要重点关注一下风力 明天的风力依然不小 这个3到4级的西南风还是会继续刮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沈阳现在实时的天气情况 现在沈阳户外虽然说是阴天 但是温度并不低 现在沈阳的户外温度是达到了27度 相对湿度是73% PM2.5指数是30微克美立方米 空气质量优这样的天气条件 较适宜沉练 好 这一时段的天气 咱们先聊去到这 好的 刘欣 我们一会儿见来关注新闻 到大医院看病呢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 就是挂号等待和缴费时间长 看病时间短 为缓解这种三长一短的纠诊状况 中国一大医院 继全面实施网上预约挂号后 最近又将门诊自助设备 进行了全面升级 升级前 中国一大医院的自助挂号机 仅支持居民健康卡挂号缴费 升级后 50多台自助挂号机 都可以支持六种挂号方式 除了不能进行现金缴费外 可以实现人工窗口的全部功能 我们可以发救诊卡 我们可以用微信 可以用支付宝身份证 中国银行的借记卡 作为救诊卡使用 但是同时呢 也可以通过人工输入的形式 输入你既往的 这样的在我们医院的 这样的登记号 再加上身份证的后六位 来进行实现的 无卡的挂号缴费 据了解 中国一大医院目前通过微信 支付宝 医院APP 以及电话等线上预约挂号率 已经超过50% 升级后的自助设备 可以实现预约患者的自助报道 电话预约患者的自助缴费 以及检查结果的自助打印 在花音报告打印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也照以前有的升级 原来呢 只能用救诊卡进行身份识别 在升级之后呢 那么同样和自助 这个多功能一体剂一样 它升级的到了六种的 这样的身份识别的方式 记者洪亮 李京亮报道 说到了看病呢 总有时候有的病患需要紧急处理 这就需要和时间赛跑了 从营口霸鱼圈到沈阳 跑高速的司机应该都知道 时间大约需要两个半小时左右 但几天前 为了救助一名受伤儿童 营口交警只开了一个半小时 就平安抵达沈阳 那是7月15号晚上7点50分左右 正在路面执行的 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 交警大队中队长裴作林 接到指挥中心的指令 有一名在霸鱼圈游玩的 七岁男孩意外摔伤 颅骨骨折 情况十分紧急 家属请求民警护送到高速 当时我们路面还有很多同志在执行 一方面让路面上的同志 尽量把他进过这个路面 尽量的疏导一下 给留住空间来 让他顺利通行 一般我就去车 赶到跟他回合 一路护送到高速口 虽然民警很快便将受伤儿童 护送到霸鱼圈高速口 但看到孩子一直处于半昏迷状态 偶尔还发生呕吐 民警决定一直将他们护送到沈阳圣经医院 并由一位辅警亲自驾驶孩子所在的车 晚上九点半左右 受伤男孩安全抵达圣经医院 民警将孩子抱起来直奔急诊室 亲自送到医生手中 我们到医院之后 经医生诊断 孩子当时情况是重症如骨折 我们送死的比较及时 孩子情况还是比较乐观的 现在正在神经医院进行治疗 救人如救火 一刻也不能等也等不得 就像几天前在山城本溪 一场大雨让本溪的山路斜坡更加难行 裴先生一家人为了筹备婚礼 选择了风雨兼程 没想到意外与一辆大型专项作业车相撞了 一家人都困在了车里 为难之际 当地驻军某部官兵发现情况及时赶到了 这天傍晚 裴先生一家驾车行驶到 本溪市桥头镇一路断石 迎面而来的大型专项作业车 突然侧华至对面车道 将他的车狠狠地挤压在路边的墙壁上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 此时车已经严重变形 危急时刻 一些路过的好心人第一时间投入到救援中 其中一名战士正是在附近站岗的 驻西某部官兵宗玉龙 当时我是在站岗 然后站岗期间下的雨特别大 然后突然发现那个行网的车辆 然后有一辆大车 一辆小车 然后相撞 然后当时那个情况比较严重 然后我迅速用对长机 然后向我们排长汇报 然后排长迅速展开 应急小分队前来救援 当时救援的时候 是排长组织两三个人 救了司机和旁边的一个小孩 然后当时我看 后驾驶里面有一个老太太和两名中年妇女 然后情况比较严重 就在官兵们打算将后排伤者救出时 新的问题出现了 但此时有一个问题 就是后排的伤者被困在车里 无法及时地抢救出来 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港上 进行这个让这个大车司机 进行倒车 在几次未果之后 终于使这个大车挪出了一段距离 车门卡在墙角 然后不能展开救援 然后我就用这个右肘 然后将玻璃迅速给他敲碎 因为当时的情况 如果用其他利器的话 当时会可能造成第二次伤害 将伤者救出后 救援官兵和路过群众 迅速把伤者送往医院 警方到达现场后 对肇事车辆进行勘查 并拉起警戒线 疏散人群 避免造成二次伤害 驾驶员当时驾驶这个大型 非载货转向作业车 是预期未检验 达到报复标准了 具体发生这个事故的成员 还是因为操作不当 车速过快 导致昨晚的时候 车辆出现了车滑 死入了对向车道 提示广大的驾驶员 在雨天出行的时候要文明驾驶 操作规范 很遗憾老太太最终还是没能抢救过来 这大喜的日子就这样 因为一辆违规的车变成了不堪回首的日子 感谢子弟兵们的及时救助 才没有让悲剧继续蔓延 好 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 昨晚在韩国光州进行的 2019年国际游泳试锦赛 结束了男子800米自由泳决赛的争夺 中国选手孙杨 以7分45秒01的成绩获得了第6名 前600米 孙杨明显保持自己的节奏和速度在游 排名一直比较靠后 后200米 孙杨开始加速 连续超越两名选手 最终他以7分45秒01的 近4年最好成绩获得了第6名 至此 孙杨在本届试锦赛 三个个人项目全部是结束了 一共获得了两项冠军和一项第6名 意大利选手帕尔特里·涅利获得了冠军 这是他个人首次赢得该项目试锦赛的冠军 另外 在昨晚进行的女子50米杨勇的半决赛中 世界冠军复员会以0.05秒的 微弱烈士总排名第9无缘决赛 看复员会的出发动作 水下的用腿频率很快 是的 复员会率先来到水面上 他的出发反应时是0.59秒 所在所有选手的中间 复员会前程 还游的算是顺利 后面要冲了 还有最后的10米 复员会在加速 陈杰也不错 加油 复员会 加油 陈杰 复员会 在最后时刻 凯瑟琳贝克这是小组第一 他的完赛成绩是27秒62 复员会是小组第四 完赛成绩是27秒84 这样的话 就是 感觉挺对不起自己教练的 然后回去继续努力吧 我觉得 比不好也很正常 因为人生中大部分都是失败 所以我觉得 永远不要放弃就好 希望复员会能够继续乐观和努力 接下来浏览国内外大事 百秒天下为您处理 昨天发生的重要新闻 据商务部监测 上周7月15号至21号 全国食用农产品市场价格 比前一周上涨0.1% 涨幅比前一周回落0.8个百分点 生产资料市场价格 比前一周上涨0.1% 六种水果平均批发价格 为每公斤8.53元 下降3.6% 从河北省武安市人民法院获悉 24号上午 武安市人民法院依法 对河北爱心妈妈李念霞等人 涉恶案件进行了一审公开宣判 16名被告人受到法律制裁 其中爱心妈妈李念霞获行20年 7月24号 人社部官网更新全国各地区 月最低工资标准情况 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情况 截至2019年6月 数据显示 上海月最低工资标准为2480元 为全国最高 北京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24元 为全国最高 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建设 进入冲刺阶段 从北京市重大项目办获悉 截至目前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雪道 及技术道路系统 累计完成工程量近90% 造雪机已开始安装 延庆冬奥村及山地新闻中心 正在进行基础部分施工 计划于2021年4月实现完工 据土耳其媒体当地时间区22号报道 土耳其当局19号对伊斯坦布尔市一家印刷厂展开通缉搜查 缴获大量伪造纸币 并逮捕5名涉案人员 报道称 这些伪造纸币面值为100美元 合计面值约2.71亿美元 这是土耳其近年破获面值最大的一起假钞案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3号 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发布报告说 2019年和2020年世界经济增速 预计分别为3.2%和3.5% 较该机构今年4月份的预测值均下调0.1个百分点 好 咱们休息一下 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第一时间稍后关注 惹怒全车厢 火车霸佐男殴打他人 阻碍执法被刑拘20天 经与其行政拘留20日 并处400元罚款的处罚 满满正能量 乘客物把32元支付成3200元 低解多方寻找将钱返还 刚才把微信加上了也退给他了 心里觉得踏实多了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 我们继续关注新闻 我们都知道沈阳是清代故都 这一敲下去 挖出点清朝的故事并不稀奇 但近日浑南区一个建筑工地 一下子清理出了38座清代墓葬 还是给了考古工作者不少的惊喜 墓葬里发现了金银铜铁瓷等 各类文物460多件 这些清代墓葬 都是在浑南区东湖街道的水家村发现的 初步确定是一处清代中晚期的家族墓地 6月下旬我们对这个墓群进行了配合性的考古发掘工作 一直到7月下旬结束 这个期间经过清理 我们发现了38座墓葬 出土的460多件文物种类丰富 有金银银流金铜流金 瓷桃琉璃等多种材质 其中有一部分是女性佩戴的金银首饰 比方说金眼环金戒指 还有头发那种发拆 这个墓主它肯定是富贵人家的 有钱的 就是说有钱人家的女性佩戴的首饰 当然这些东西它的文物价值还是比较高的 这个墓葬群的发现 对研究清代圣经城周边的家族墓地的选址布局 还有家族延续 葬俗等方面都有重要的价值 记者同号孙飞报道 最近被惊喜发现的除了古墓外 还有就是恐龙氮化石 而且发现的还是一个小孩 近日在广东和园 三年级的小学生张仰哲 在市区东江大桥断桥变道的沪坡上玩耍时 意外的发现了一窝完整的恐龙氮化石 河原恐龙博物馆工作人员接到通知后 到现场发掘清点 确认这一窝恐龙氮化石共有11枚 每枚直径约9厘米 张仰哲说 在校时老师曾经告诉他们 河原素有中华恐龙之乡之称 如果在市区和野外发现原型的石头 要立即报告河原恐龙博物馆或者是报警 那发现恐龙蛋 我感觉好像是比考100分还兴奋 再来看下边 最近成都温江的几位洗车行顾客急着维权 感觉存699元办的洗车卡还没到期 洗车行就跑了 类似的事似乎也曾发生过 但是这次又有些不同了 这家名叫德系名车的洗车行 在去年10月推出会员活动 交699元就可以免费洗车一年 那如果一年内洗购68次还退还699元的全款 可是期限还没到期 这行就有点入不敷出了 想想即将到期的退款之约就直接关门了 老板说了 洗了10个月车 大家光洗车不消费 免费洗车成了沉重的负担 还自称亏了180万 最后不得以22万的价钱将车行转让 这回我感觉是经商还没算进过消费的 看看下边 近期一张喜马拉雅山标注的图走红了 图中清晰的可见 喜马拉雅山的山脉长达480公里的千座山峰 包含7座8千米以上的山峰 100多座7千米以上的山峰 弄出这张世界屋起全家福的是一位 拍摄喜马拉雅山脉20余年的川大教授 叫天书 他精心挑选航班 通过闲窗拍照 最终选出4张照片 拼接成了这张超片 通过查阅资料 标注出了其中的840座山峰名称和高度 目前标注工作还在进行当中 最终可能超过1000座山峰 把这张图挂在家里 我感觉光看看就挺爽 看下边 日前北京市游园不文明行为黑名单 和文明游园倡议书同时对外发布 遛狗喂鱼 使用超分贝音响等行为 均被列入了黑名单 此外上网黑名单 还有翻越围栏 在禁烟区西烟 在非游泳区游泳 在非滑冰区滑冰 在非钓鱼区钓鱼 抽鞭子随地吐痰 便逆乱丢果皮等等 废弃物 营火 烧烤 捕捞捕捉动物 采蛙 植物 涂血 刻画 攀折花木 还有就是损坏草坪树木 北京将对此开除罚单 那北京以外呢 我想咱们也应该和 自觉的和黑名单 这个行为划行界限 人人都想远离黑榜 可是有人是全然不顾的 要登上黑名单 这不吗 前几天在北京开网辽园的 2589次列车上 就有一名男乘客 因为扰序罢座 殴打乘客 阻碍执法等多种违法行为 被警方处以行政拘留 20天的处罚 监控画面显示 当时车厢内 有两名旅客大打出手 列车工作人员 劝说无果后 赶紧向列车上的乘警求助 民警随即赶到现场处置 经了解 大打出手的这两名旅客当中 有一名先是在车厢内吸烟 随后霸占一整排座位 不许其他旅客坐 态度十分蛮横无礼 了解完情况后 民警对这名男子进行了口头警告 然而该男子非但不配合民警执法 反而对民警恶语相向 大打出手 民警立即将这名男子带离车厢 民警随即对这名男子采取强制约束措施 十分钟后 列车到达锦州站 民警将这名男子移交给了锦州车站派出所 进一步处理 这名男子因扰乱公共交通工具上的指序 殴打他人 阻碍执行职务 对此我们公安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 及其行政拘留二十日并处四百元罚款的处罚 说起列车上的不明行为呢 还有一种也挺让人气愤的 就是买短成长恶意逃票 日前江苏镇江火车站派出所 就查获了一起逃票案件 闲人田某自2018年3月起 恶意逃票公计164次 涉案金额高达一万两千多元 事发当天凌晨三点多 镇江火车站派出所民警在出站口 发现来自郑州的中年妇女田某 只买了郑州到开封的火车票 却没有买开封到南京的火车票 铁卢民警通过系统查询 发现田某自2018年3月起 就开始利用两投票的方式 恶意逃票 往返郑州和镇江之间 次数多达164次 铁卢民警介绍 所谓两投票 是指直买始发中道两站的短途票 用于进出站 而中间较长的区段 则采取逃票的方式 违规乘坐长途列车 藏在座位底下 藏在座位底下 所以这样就能够逃过乘务员的查票 经查 田某由于要经常往返郑州 和江苏南部等地做生意 为了省钱 便想出了投机取巧的办法 他一次下来 差不多能省到将近100块钱 然后160多次下来 能省到1万多块钱 所以数额也是比较大的 目前 田某因涉嫌诈骗 已被铁路公安机关 依法刑事拘留 玩这种小聪明 最后坑的还是自己 俗话说得好 贪小便宜 吃大亏 说过了素质低的 咱们再来夸一夸这风格高的感受一下满满的正能量 几天前呢 一位粗心乘客在宝基乘坐出租车时 错将32元支付成了3200元 面对百倍乘车款 迪姐韩燕利不为所动 多方寻找 最终将多收的3168元退还 上午9点多 迪姐韩燕利在宝基高铁站 拉了一位老人前往老火车站附近 由于目的地停车不太方便 在快要到达时乘客提前扫了微信付款 完了以后 他下车了我也没注意看就走了 走了以后 过了有一个多小时吧 我把车停到边上 我想想看看今天的收入啊 结果一看 怎么有这么一大一大笔收入 一天应该因为也拉不了几个30块钱以上的话 我最后一想应该就是这个师傅了 于是他赶紧停车向公司汇报 又在自己朋友圈微信群里发布消息 公司方面也迅速联系行业群 运管部门和当地交通广播 一起寻找这个大义的乘客 大家来家都不容易啊 那么一大笔钱真的对于我来说 真的认为挺多的 完了以后想 这师傅发现以后会很着急 昨天一直在可以说是机不离手 我一直想着他会不会给我回复消息 看他能不能跟我联系上 我其实到今天早上我才知道 这个师傅跟我们公司联系上了 据了解这名乘客今年已经72岁 当天从西安来宝鸡看望病人 现已返回西安 由于眼睛老花 在支付时出了错 直到宝鸡的亲戚 看见出租车公司的消息转告他 他才发现自己的疏忽 刚才把微信加上了 也退给他了 心里觉得踏实多了 这算一块大石头落地了 咱们第一时间 那观众送上的福利又来了 这一波是沈阳道梦空间门票 没错是道香的道 听蛙名闻道香捡鸡蛋 畅玩水上的漂流水果采摘 欢乐水城亲子同乐园等等 沈阳道梦空间这些传统与创意并举的乐园 超适合全家人出游 咱们可以扫描二维码 加入第一时间生活体验官微信群 参与咱们互动抽奖 您就有可能抽到沈阳道梦空间的门票 趁北方短短的美丽夏日 赶紧去看看奇彩的道天画 体验不一样的水稻文化 感受艺术与自然的美丽 那接下来那我们一起来关注省内新闻 看看今天的百秒辽宁 省统计局昨天发布经济数据显示 初步核算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 12,043.4亿元 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8% 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问中有进 记者在省征兵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了解到 今年全国征兵工作从8月1号开始至9月30号结束 征集对象以高中含职高中专技校毕业以上文化程度青年为主 重点做好大学毕业生和大学新生征集工作 提高大学毕业生征集比例 优先批准高学历青年和应网界毕业生入伍 省教育厅近日下发通知 暑期将在全省集中开展 在职教师有偿补课等行为专项治理行动 狠杀中小学在职教师有偿补课行为 切实解决群众和社会关心的热点突出问题 除对十种违规补课行为重点治理外 通知特别提出 对特级教师骨干教师参与违规补课的将从众出发 2019年中国原生民歌节在云南楚雄闭幕 我省唯一参展代表长海耗子作为精选节目将出席闭幕式演出 长海耗子2011年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其唱词以即兴创编为主 多为劳动呼号式 反映了北方渔民的乐观主义精神 好咱们休息一下 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第一时间稍后关注安全启示录 找黑陪链上路图省钱 被发现罚款又拘留 取得科目一科目二的考试之后 取得学习申请人的资质 然后才能够上到链球 操作看不懂 高速上车没油了 男子一番折腾就是服报警 结果衣服失了 钥匙也扔了 北京时间7点01分 我们再来了解下详细的天气情况 下面的时间交给刘欣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 今天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 最近一段时间 无论什么样的天气状况 都压制不住高温的强劲势头 今天除了大连盘景之外 其他城市都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降下 俯顺降雨量偏大 会达到中雨的级别 那温度方面除了丹东今天白天最高温度29度之外 其他城市都在30度以上 朝阳最高会达到34度 今天夜间各个城市的最低温度呢 会集中在25度上下 今天全省都会刮起3到4级左右的西南风 大连风力略大 这个南风会有4到5级 降雨过后 明天的天气呢是继续晴好 高温桑拿天依然会持续 好 咱们接下来关注一下 我们的气象观察员拍摄的天气图片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一张 是沈阳的气象观察员王健拍摄的 昨天阳光非常的刺眼 在这高温的阳光里啊 北陵公园内的湖面上 有两只小燕子站在栏杆上 眼巴巴的看着天空 盼着父母能够带回来美味佳肴 炎炎夏日 荷花式绽放在盛开的热情如火的夏日当中 那些美丽的小精灵们 在湖面上上下飞舞 让人驻足良久 心中惬意的犹如一丝凉风吹过 再来看 接下来是开源的气象观察员 尹童拍摄的 作为奇形爱好者 每天下班之后到清河两岸去走一走 咱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现在学车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正常咱们学车肯定是要找 正规的驾校报名学习 但是有的人为了图省事 找身边的朋友带恋 或者是找没有资质的黑车教练司机 进行学习 但是他们没有注意 所以他们一起坐上车的还有危险 近段时间 营口市交警支队沿海产业基地大队的民警 经常接到群众的举报 在城湖西路 星海大街 华能电厂附近 有非法教练车 带学员练车 现场就有发现有20多台车在那练车 他们的特点就是行驶速度慢 同时每一台车都有随车 带车人员 指导人员 所以我们就把他们全部拦下来 足以检查 足以筛查 民警告诉记者 由于这些路段路面较宽 车辆较少 所以有很多人到这里练车 正规的教练车需要有学习标志和警示标志 副驾驶位置上必须有制动防撞装置 但检查中民警发现 有12辆车不具备资质 根据道路交通法 机动车驾驶申领 这个规定的92条 第一款的规定 对教练员和随车指导人员 为指定申请人 为使用符合规定的机动车进行电车的 将处以500元罚款 净零分 作为学员 找黑教练车 除了自身安全没有保障外 还将面临更严厉的处罚 我们的学员 你学习这个链车之前 首先得到我们的驾考中心 得去取得科目一科目二的考试之后 取得学习申请人的资质 然后才能够上到链车 你没有这个资质 你上到链车 就将会示威无证驾驶 就将被会根据这个道路交通法第93条 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 将会被处以2000元罚款 并处15日以下拘留 学车要正规 开车更不能乱了规矩 最近一位司机的遭遇让人是啼笑皆非 这位司机开的车在高速公路上突然没油了 按理应该第一时间的报警求助 可这位司机的所作所为 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了 最后还受到了民警的处罚 晚上11点左右 湖州高速交警支队 二届领卡点大队民警 在G50护鱼高速巡逻的时候 发现一辆小轿车停在应急车道里 灯光全部熄灭 车子也锁着 车上空无一人 附近也没有看到驾驶员 民警担心驾驶员出事 就一直在附近寻找 找了很久 突然一个浑身躺着水的人 从护栏外的小树林里冒了出来 这个人就是驾驶员 原来驾驶员程某晚上开车 从安徽出发 一路上没有注意油量 到了事发路段 车子没油了 不过程某没有想到报警 而是叫了网约车 之后的行为就更是匪夷所思了 程某自己下车翻出护栏 去附近找加油站 找了半天没找到 于是打电话给家里 结果和家里人在电话里吵了起来 生气的程某把手机砸了 还把车钥匙扔了 扔完车钥匙之后 程某又放心不下自己的车子 于是想返回高速 没想到找不到刚才下车的位置了 好不容易回到高速公路外围 又被一条小河挡住了去路 这时程某竟然选择汤水过河回到高速 这种安全意识实在让人担心 最后民警对程某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 并且对他的违法行为依法进行了处罚 好咱们休息一下 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第一时间稍后关注 家长请留意 一岁女童呕吐高烧不退 只因吞下这种网红玩具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 由辽宁广播电视集团和辽宁演艺集团 强强联手共同打造的 富宏之下文化惠民广场演出系列活动 将于7月27号晚在葫芦岛和平广场 7月28号晚在锦州东湖文化广场进行 演出节目非常精彩 由我台联合辽宁演艺集团 通过组织我省演艺名家 并吸纳当地优秀演艺人才 用歌舞 诗词 朗诵 戏曲 杂技魔术和小品等 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 欧歌祖国和我省70年的发展变化 反映老百姓日新月异的生活 传播幸福 传递欢乐 7月27号晚在葫芦岛和平广场 7月28号晚在锦州东湖文化广场 您可以约上家人朋友一起到活动现场 观看精彩的文艺演出 参与互动还可以获得富宏集团提供的各种奖品 今年的惠民文化演出 共计划会举办28场活动 具体的时间地点呢 敬请关注 辽宁广播电视台 卫星频道 都市频道 交通广播等栏目和公众号的报道 那接下来我们温故知心 说古论今 今天咱们继续来聊聊热播剧 长安十二时辰里面的人物 在历史上到底是怎样的人 昨天啊我们说过 在向远载是怎么怎么 从上进青年变成 光是胡椒就在家里囤了64吨的大贪官的 那今天呢我们来说说 原载的妻子王韵秀 原来呢也是一个有故事 有歌星的女同学 这个原载的妻子叫王韵秀 也是一个有故事的女同学 正史记载 说她呢是当时的河东捷渡史 王中寺的女儿 那么也有记载啊 说她爸爸是当时的宰相叫王晋 那么这个王晋呢 她的歌狗们很熟悉 就是大诗人王维 那要这么说的话呢 这个王韵秀还是王维的侄女 不管说她爸爸是王中寺 还是王晋 那么这两个王啊 都属于太原的王家 在唐代这是响当当的名门望族 所以说王韵秀呢 也是根红苗正的正宗的大家闺秀 这么一个大小姐啊 却嫁给了一个穷小子 原在刚刚跟这个王韵秀结婚那会儿 还什么都不是 只能住在岳帐的家里面 靠人家的接济过祸 这让王氏族人非常看不起 连带着王韵秀也受到了轻视 这个心高气傲的王韵秀 咽不下这口气啊 就拿出了自己的私房钱 督促丈夫读书 终于有那么一天 原在觉得自己读出点名堂来了 于是就决定到长安去寻找机会 于是写了一首诗跟妻子告别 年来谁不艳龙中 虽在侯门似不容 看取海山寒翠树 苦遭双陷到春风 这本来是一首告别诗 没想到呢 这个王韵秀已经做好了 跟丈夫一同闯天下的准备 他当时回赠了原在一首诗 叫《路扫饥寒记》 天哀智气人 休邻离别类 携手入西秦 这样呢 夫妻两人是互相扶持 互相鼓励 终于等到了原在实现逆袭的那一天 这个原在获罪之后 按照唐代的法律 王韵秀本来可以选择不死 但是要被官府罚为奴婢 当时皇帝也知道王韵秀颇有才华 准备把她收入宫中 做一个祭室的女官 但是王韵秀感叹说 王家十二娘子 二十年太原节度时女 十六年宰相妻 谁能输得常信昭阳之事 死亦信义 毅然放弃了这次活下去的机会 这个故事常常被解读为 王韵秀和这个原在是抗力情深 他最后选择死亡 是为了丈夫殉情 但是我认为这样的解读 有点主观 有点理想化 这两个人的感情 也许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好 像原在这样的贪官 贪财的同时 好色 这才是标配 对自己的妻子 什么深情不渝 那不可能存在的 原在曾经包养过一个超级美女 叫薛姚英 这个在历史上是有明确记载的 这样的丈夫会有为他殉情的妻子 这种情况不是我所能理解的 因此王韵秀鼓励原在上进也好 与原在一同赴死也好 与其说是为了原在 不如说是为了自己 确切的说是为了自己贵族的尊严 那么他临终时那个遗言 里边表达的核心意思就在于此 这种尊严不允许任何人来亵渎 自己的家人不行 皇帝也不行 现在有一种新式的玩具 叫巴克求瓷珠 因为可以搭出各种各样的形状和造型 很受小朋友的喜爱 最近几年来 小朋友误吞这个瓷珠的事情也经常发生 几天前在温州医科大学 附属第二医院小儿外科 就接着了一名一岁的小患者 这名小女孩误吞了三十多颗巴克求瓷珠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小儿外科的林医生向我们介绍 7月20号 小儿外科来了一名小患者 孩子一周岁十个月大 高烧不退 医生检查发现 在孩子体内有一串的珠子 细细地点了一下 有36颗 家属说 这些珠子应该是 大人不在孩子身边时 孩子误吞的 由于珠子的磁性很强 再加上每吞一颗都有一定的时间间隔 这些珠子在肠子的不同位置 隔着肠臂互相吸引 最后在肠道穿破肠臂连成一圈 结合她当时的症状 医生立马就给她做了个急诊手术 发现就是她肠子里面有两个小洞 实际上就是磁力珠穿孔了 目前手术已经做完了 在医院观察 现在正值暑期 家长一定要看管好家中的孩子 类似磁力珠这样的玩具 尽量不要给小孩玩了 还有就是家里的危险品 也要保管好 最近黑龙江一个小姑娘 因为喝了一口液体 差点松了命 咱们来看看 空调清洗机 我放到那个水瓶里了 在那个灶台下面放着 然后我姑娘就给喝了 喝了一口 十岁的小冉 不把空调清洗剂当成了水 可这一口下去真是要命 当时就是特别难受 说不出来话 脸色发青 随后 孩子被紧急送往了加莫斯医院 洗胃加重症监护 两天后还是高烧不退 就是脱液都咽不下去 当妈的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辗转哈尔滨 北京等地的各大医院 可得到的结果 却让她濒临绝望 就是放弃了 就是说这孩子已经自不了了 对 就是这样 给判斥行了 都不熟了 当时就是崩溃了 当妈的不愿意放弃 抱着女儿还有救的希望 最后来到了西安市儿童医院 无吞了空调清洗剂 造成食管的一个烧伤 来的时候严重到孩子咽 口水都是难以下咽的 扮演不断的恶心 因为它烧伤的比较厉害 就是食管是40厘米 它就有17厘米 是那个非常窄的 剩下边基本上就是连缝隙都没有 当时体重是120斤 到现在这一个月 这孩子到木科时来 只有90斤 食道烧伤狭窄 这意味着吃的喝的都进不去 如果再不进行手术 就面临着生命危险 医生为小冉进行了食管扩张手术 食管入口就开始 食管整个是烧伤 广泛充血迷烂的 最窄大概是个三个毫米 最终医生给小冉留置了一个鼻胃氧管 营养液就由这儿进入小冉体内 这鼻子难受 就是鼻子 鼻子这个管子没关系的 哪分只要一打进去 你肚子就不饿了 你就不难受了 现在这个心情真是非常激动 就是根本就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这个医院真是救了我们一家人 因为前期一个月的辗转治疗 小冉从以前的爱说爱笑 变成了现在很少开口 医生也怕孩子心理压力太大 时不时的来开导和安慰 而且还邀请小冉妈妈 加入科室专门的食管狭窄宝群 希望有同样经历的家长 一起鼓励她度过这次难关 俄罗斯莫斯科动物园日前表示 今年6月在莫斯科动物园正式安家的大熊猫 如意和丁丁即将迎来他们的生日 动物园将为他们举行庆祝活动 两只大熊猫如意和丁丁在俄罗斯拥有不凡的人气 莫斯科动物园方面称 动物园计划在本月30号至31号期间 为大熊猫们庆祝生日 据了解 两只大熊猫目前已经完全适应 莫斯科动物园的生活环境 为了让大熊猫们玩的开心 莫斯科动物园最近还成立了一个新部门 专门负责为熊猫馆社提供玩具和器具 美国纽约苏富比拍卖行本月11号到23号 举办了首个运动鞋线上拍卖会 共有一百双稀有运动鞋参加了拍卖 而一双为1972年奥运资格赛设计的月球鞋 创造了人类运动鞋拍卖史上的新记录 这双月球鞋由奈克公司创始人之一 田径教练比尔鲍尔曼 专为参加1972年奥林匹克运动会选拔赛的 跑步选手设计的手工制作 当年共生产了12双 而参加拍卖的这双月球鞋 是现在已知唯一没有被人穿过的一双 预拍价在11万美元至16万美元之间 而在23号纽约苏富比拍卖行 最后一天的竞拍活动上 这双球鞋竟然以43万7500美元的天价成交 约合人民币300万元 打破了2017年一双匡威运动鞋 在美国加州创造的19万0373美元的公开拍卖记录 据悉 不惜高价买下这双月球鞋的买家 是加拿大汽车收藏家 麦尔斯纳达尔 他同时还花了85万美元 将本次拍卖会上的 另外99双稀有运动鞋收入囊中 接下来那么摄事休息一下 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湖北襄阳李女士家的宠物狗 最近闯祸了 家里的小主人刚写完一本 暑假小偷的天堂 商店 小学和教堂都被遗弃 用木板封了起来 八年前政府就通过了一项重建计划 预翻修这些公寓 但是却遭到当地居民的反对 尽管破败不堪 但这里却人少安静 最重要租金低廉 住在这儿的20位居民拒绝离开 破是破点 但超低的人口密度 完胜豪宅呀 好 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一起来欣赏 古丽娜扎的MV 时光镜头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第一时间 我是陈天 我是包磊 第一时间明天见 明天见